Hello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思思 今天呢给大家做一款简单的手链 然后主要用到的材料会有这个 切面闪闪亮的颜色非常漂亮的 蓝色的我们叫它灵灰式小猪的很迷你的小切面 另外还会搭配这个巴洛克白色的巴洛克的珍珠 配件的话主要会用到这个小金豆三咪的光圈的小金豆 还有这个非常精致的圈圈弹王扣 圆形的圈圈弹王扣 然后还会用到这个 跟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小金豆是差不多的 但不同于的话这个小金豆是用来上扣子的 作为固定的部分 所以我们叫它固定珠 另外我们还有需要用到的卷尺测量长度 然后还有这个穿手链的金属线 然后伤扣做固定珠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一个扁钳 还有一个忘记了就是我们的指甲刀剪掉多余的线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首先我们先上扣子的部分 刚刚说到的固定珠先穿进去 然后呢我们这个扣子 好 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把线的部分再倒过来 穿进我们的固定珠 我们看到穿好的效果呢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用扁钳 需要让它固定 OK 这个扣子的部分就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 明灰石 非常小腻的 切面 小小腻 手链一般长度是做到7.5或者8英寸 今天准备这个小猪的手链我们做到7.5英寸 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要把刚刚的铁线部分 穿进小猪里面隐藏线头 这样子从美观度上会 来 我们测试一下 因为 颗粒比较小 所以这个 孔也会比较小 好 我们就先尝试穿过去一个部分 然后剪掉 多余的 先 OK 然后继续穿 小腻小腻的扣 小腻小腻的扣 好 好 手链的话是7.5英寸 今天做的手链是7.5英寸 那我们要提掉扣子的部分 大概是有半英寸 那就还有7 我们灵灰石的长度是穿到3.5 现在长度还要继续再穿 9.5英寸 3.5英寸 游 看 我们看一下长度 够不够 3.5英寸 现在是3英寸 差不多 因为我们中间还要加上这个巴洛克的珍珠 所以它也会占据一个长度 那我们还要测量一下 这个也是差多半英寸 那就是1英寸的长度 这样子的话 7.5减掉1英寸 那就是6.5 那我们一半的长度 因为我们是要把巴洛克 释放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所以大概是在3.25的 去掉一个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上小金豆 做一个隔开的效果 小金豆 然后巴洛克 OK 中间部分的话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继续 颗粒非常小 拿在手上很难看到这个 小小粒 这个石头是天然的石头 叫做宁灰石 很漂亮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颜色 小金豆 加在中间的效果就是 起到一个颜色 鲜明的一个对比 为什么要用到金属线 因为金属线它的质感会 所以做好手链之后呢 手链的那个质感会更 硬实一点 整个质感会比较不错 也可以用我们平时串珍珠的线 把那个珍珠线做好的话 就会比较贴合手 然后这个金属线 做好的话 上手的效果会更好看 我们现在看一下 一半的长度 目测还差四颗 再穿 一 二 三 四颗 好了 我们看一下长度 现在 哇 刚好7.5英寸 看看这个 两边的长度 是不是一样 可以了 现在长度呢 刚好是7.5英寸 手链我们已经穿好 然后现在到最后的 上扣的一个部分 同样也是需要 金色的固定珠 然后我们扣子的地方 穿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金属线的位置要拉紧一点 不然等一会儿固定珠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多余的线 送出的部分 穿进固定珠 然后 很小 要慢慢的 穿到我们的石头 看看 好了 好 看看我们这个有没有手链的绳子有没有紧 OK 现在已经完成 那我们还是同样的用扁钳 把固定珠捏紧 然后指甲刀剪掉 多余的部分 然后我们今天的手链就制作完成 美美的手链 像这种的话 咱们如果还喜欢其他 比如说我们的粉金石榴石的颜色 我们可以同样的搭配做几条叠加带 然后也可以跟我们的手镯一起带都非常的漂亮 OK 漂亮的手链就完成了 theater 你就是这个地方 对 我给你们重新的币 看 你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 你 这个地方 在这幅里的地方